这是他从车略赛延续过来的风格 感觉大家的一个用车还是比较保守的 来看一下第一分究竟谁先拿到 起步的话小玉先转出来 后面跟着宁静荷包蛋 宁阳在两个弯道来到第二名的位置 第一个进到过来中 宁静的这个弯道过得并不是特别快 是那个WCWW延续过来 小玉可能是比较极限 所以他的淡气是会少一管 是 这个话在后面是需要一个地方去卡器的 这里的一个节奏其实都还好 不飘了 自己的一个个人失误 现在灵阳在前面领跑 宁静在后追 其实这四位上跟着都很紧 马上来到一个近到点的话 很有可能会来一波对抗 这里弹射出来了 淡气没卡满还要再卡 这里接一个侧身单喷 都是一样的跑法 再放淡气 马上就要出弯了 小喷都在的 已经抢那道 两个人小玉跟上来一块抢 林洋被挤开了 出来之后弹宰目前的一个距离 和前面三位选手有一定的差距 而且林洋这里要卡一下位 挤 小玉很聪明 拉了一个色身应该是 如果他直接拉挺身的话 很可能会上墙 这里再弹 淡洋没弹出来 小玉过来了 最后的一个冲刺点 延续落地 CWW 那么恭喜 林洋拿到第一 小玉第二 第三名是林洋 第四名是核包蛋 核包蛋最后的一个进到口 应该是复位了 好像 这个距离就已经有点远了 这局四个仓冲绝影 他目前最快一分22秒的一个成绩 这也是 包括前几天看到第一名拿了比较快的选手 像 云海 像林洋 都是会选择去做的一件事情 尽可能的先把赛车优势拿出来 开局 目前来看 其实四位仓冲跟都很近 但是主行者的优势展现出来了 对 开一次优 延续 直接转 再接弹射 但是林洋有点磕碰 但是 还是出来了 紧接着一个弹过来 这个距离 竹心者的优势是绝对有的 对 还要弹 没弹出来 上来接延续 顶着宁清的车尾弹 反倒是还干扰到了宁清 对 这里做一个飘飞 延续 再双杀放弹器 DCU 就延续 这场赛道很多选手 他的弹射都是硬弹嘛 不会用双杀嘛 对 因为硬弹还是快 双杀会减杀之后 还是会损失一点点的速度 下来 下来 小玉的竹心者在林洋位待的还是比较的稳定 最后的一个冲线时间是1分30秒 小 小玉拿到第一名 第二名 林洋 林洋在第二 但是这一手竹心者被打掉了 拿到了一分 是可以的 对 通过昨天的一个小组赛 也是能够打出林洋的一些自信吧 对 真的很难选 说实话 昨天他的分阻已经不是很好打了 打狮子他们 但是我觉得他昨天的发挥是不错 来看起步 双杀被挤开 小玉没上加次弹 这里没走上去 昨天的话是弹仔没上来 小弹 然后延续 弹器没满 但是要论拼弹射 你别管成不成功 他的极限性后面两位选手都是有的呀 是的 我来了 四位选手跟他都好近啊 对 这是两位选手同时小喷没蹭掉了吧 全都没了小喷 突然没有了 感觉是一个正常跑法 对 我看 一下小喷都没了 大家荷包弹抢到第三 而前面林阳跟小玉还在抢位置 这是放了淡气 小玉一个点票调整一下过来之后 林阳依然拿到了一个领跑位的优势 马上落地点的一个双杀 跟上来了 还是位置没变 顶着甩 两人都甩出来 这场比赛过来之后都影响了路线 但并不影响他们的速度 弹射也出来了 林阳还稳在第一 ECU开起来 这里连续甩尾过来 这里脱了 可惜啊 他如果甩出来的话 其实能够反抢 有机会 这一甩没了 直接掉到第四 林阳率先冲键拿到第一分 第二名是荷包弹 第三名小玉 哇 林阳现在真的 我觉得他对于弹射的一个脚比 以及完成度非常高 而且特别有色情 这局其实最关键是他真稳 对 说实话 三名全球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都没有机会能够超过他的前面 两圈赛道 大家都没有太多失误的情况下 而且也 我留筋骂是为了骗你更多的车 也是 是吧 是有的 我选别的图 但是你就以为我会用什么车 我只是把筋骂留下 但是我筋骂就是为了跑这样子 而你能会用别的车 对的 以车换车嘛 而且现在的比赛分数来看 是有持久战这么的想法的 对啊 来了 开局两个麦凯伦先冲了 双叉弹射 顶着弹 我现在现在就是真的敢做这些操作 是的 因为顶着弹的失误率很大 其实哦 但是年轻的这比刚才是领阳 领阳乖了 他没有飘飞起来 啊 但在这场进化其实在动力上也是不吃亏的 开弹了 只要特性不断的触发 他的弹气动力也是很强的 磕了一下右侧 不过延续 卡内档 ECU开歪了 这一个ECU被小玉影响到路线 所以往右飞了一下 对 有点着急 因为他出弹如果再慢一点的话 小玉就要超过来 啊 这里又磕到了 但是还好 这个弹比较短 可以直接衔接一个双杀 调飞落地 你这里有点弯啊 没方向键 感觉都没有按到啊 对 但 但其实正常的 看这里CLAW 这个在第二圈迈凯伦的动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是的 这个距离下 撞了 没机会 差一点点 但小玉也意识到了 这波还是小玉 他这波选择冲撞的原因是因为林阳跟荷包弹的距离比较远 他即使撞失误了 可能他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去丢掉第二 哦 这一波 对 但换句话来说 前半段时间没重来 也可能开局一起结束啊 是的 三个人走右侧 宁清的起步更快一点 飞过来 没有撞到 平安过来 但是宁清的仪式又歪了 小玉来到了第一 后面跟的是自己曾经的队友 哇 但是这一个年代 是不是通过对抗想起了吸着队友情呢 这波下来之后 宁清这里没弹气 一弹射没出 WC打了不坑 实在是等不到这个被动了 拉侧身 小蛋前面新加弹小玉顺利过来 难点来了 没坑啊 留了一下小喷的 小蛋 小喷应该也失误了 延续没延上吧 这个距离也慢慢被拉近 对啊 对啊 尽快是 捡票一下 还不注意造成对抗 放弹气 过 Advis 这个距离也都没有蛋器过来之后 蛋机都是一样的 � 但是对于是普通玩家的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一样的 来了 哎 没弹出来 直接就选择退出了游戏 开局即退役了 这张双声啊 好难受啊 三个人弹 一个人拖 再弹 小玉还是成功了 宁清是没弹出来的 而且现在是小玉的赛点啊 想又延续 这个车这个图延续基本上不会 不会有问题的 这里多少分就很舒服 这边是做极限延续 直接延续到下个弯道 加个侧身 在ECU 但宁清过弯比较慢 有点肥了看台 对 他拉着一时候停滞嘛 往右靠 去落地 哎 再延 都没问题 做极限的话 这里直接能够延续到下个尖道口 可以的 对 小喷绝对够 延到了 对 要延续到下个尖道口 18下再过来做一个暴力 宁清依然在最后一个后追 但是这局小玉跑得真的太快了 是 虽然说距离没有特别的远 但往往这样的距离 可能会也保持到终点 是的 唯一的机会就是看落地之后了 落地之后的细节谁出完更快 对 现在距离已经足够一个细节 拉近距离去做对抗的 刚才宁清在这个弯道过得很慢 测身 测身 又肥了 这样的一个距离 我觉得对于宁清来说好难了 对 刚刚那个停止拉的时间过久 导致车速过弯很慢 小玉最后延续 哇 应该是没有太多问题 看一下 看一下 最后的重现时间是1分47秒14 那么恭喜二级小玉直接拿到4分 成功晋级车神组 14110 这一个星妖组感觉跟昨天的车神组的一个分数一样 很快 哇小玉今天的这个这两局跑得太快了 最关键是 因为其实 在宁清的现场上来看 他也在做直线 对 他的失误说实话不是特别的大 就是出弯速度 两个那个测身 ECU释放点的弯道过得慢了那么一点点 对 但就这么 扩大那么一点距离 就导致他没有机会去做对抗 是 欢迎来到采访西 我是梁生 现在我旁边是来自阿斯基的小玉 先和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阿斯基小玉 首先先问一下 其实这个阎光王城啊 现在是你的记录嘛 然后今天也是取得了胜利 那你觉得这张图的难点是什么呢 难点就在于弹射啊 弹射稳的就厉害 主要还是一些弹射点的这个稳定嘛 那你觉得用什么车会比较适配呢 用这个版本最强的裁决者 还有主行者 就是这两辆车会比较适合是吗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赛制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压力呢 因为昨天是从车身组掉下来 然后现在又打回去嘛 没什么压力吧 差不多 反正能进16强了 就是已经稳了是吧 那其实自己的两名队友 是稍微有些落后的 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就让他们打好自己的 打好训练成果就行 就是打好自己的就是放稳心态是吧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这次赏金赛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说过了呀 16强 那已经16强了 有没有就是下一步的目标呢 赢一场单挑吧 八强 八强赢一场单挑是吧 那感谢小玉 接着我们的采访 接下来要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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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